在路口要里让行人 不过在高雄有一位驾驶人 收到没有里让行人的罚单 检举照片当中只有车没有行人 所以被认为证据力不足 罚单因此撤销 但是根据了解呢 这张检举照片是过马路的行人自己拍的 以至于无法入境 车辆经过这个梯子路口 驾驶直接右转行驶 没想到远警突然出现 招手示意将他拦下直接开单 见自小客车行经 行人穿越道时 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 依罚难停举罚 回放行车记录器观看 原来路口有一名富人 已经站在斑马县前端 驾驶这张为里让行人的罚单 被处以最高六千元罚还 当事人有些委屈 网路po文有人跟我一样吗 对小渊如果是我会觉得 打退国这样 重点是他遇到斑马县的时候 没有减速慢行 事发地点 离港湘中正路 现场没有红绿灯 但是路面标示慢 提醒车辆减速 而且当时富人就站在路口 车辆未依规定停止 已经违法 高雄一名驾驶人同样收到 为里让行人的六千元罚单 他在高雄市博爱二路 被派到违规 但照片只有车辆 没有行人 驾驶因此提出申诉 证据力不足 原来这张检举照片 是过马路的行人自己拍的 以至于无法入境 在当时紧急的状况下 要如何让行人 还有车辆同框 证明违规 真的难倒不少人 这起个案 警方单就检举照片来看 违规事实的证据力 的确还有争议 最后只能办理撤销罚单 记者林安平 刘元发综合报道